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森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铭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这个文化大学 这个他们大传系的这个毕业班 在今年他们有一组制作一个叫做 伴我原梦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主要是由他们六位同学来执行 那这个伴我原梦呢 主要是他们透过这个教授的一个介绍 找到这个台东县的一个长宾国小 那长宾国小过去他们在哨棒非常的有名 但是他们2008年因为经费的不足 所以他们呢 这个长宾国小的一个前任校长 就把他们这个棒球队所暂时的一个关掉了 那后来呢 在2016年新的校长上任之后呢 因为新的校长过去呢 他也曾经是一个棒球管理员 也曾经是个棒球的一个选手 所以他在2016年上任的时候呢 就再一次把他们长宾国小的哨棒队呢 等于是副队 那这个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六位同学 他们的这个毕业制作就来协助他们 等于是一个副队的一个棒我圆梦的一个企划 就是呢 呃从去年一直延续到今年三月份哦 然后呃透过一些关系帮他们一些募资 一些物资啊或者是经费 然后让他们在今年的三月呢 邀请他们上来台北比赛 然后等于是圆了一个他们一些哨棒队的一个梦想 好那详细的内容呢 当然要请他们自己来说哦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其中的两位这个同学哦 第一位是林立 然后呢他是文化大学大传系4A的同学 林立你好 嗨 主持人你好 好那第二位呢是文艺士 然后是赖伯安 嗨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刚刚拉拉扎讲了一大堆你们这个圆梦计划 这个一开始是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当初怎么去透过关系 找到这样一个长宾国小棒球队 其实我们是透过就是老师的协助 然后就是透过他认识那体育处的人 然后再介绍转由介绍就是长宾国小需要我们的帮助 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是到台东去帮助这群就是充满梦想的小孩子 然后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借由我们 然后来圆他们一个想要到外地比赛的一个棒球梦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是给你的一个主题就是只有单一个吗 还是有好几个让你们去选择 主题的话是就是我们有我们组员就是共同的兴趣喜好去决定的 然后其实会找老师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找老师之前 我们有试过好几间学校去尝试着去联系 但是就是有被拒绝 然后就到最后就是逼不得已的然后就只能去问老师 那被拒绝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你们的学生的企图 或者是嫌麻烦这样子 他们可能觉得跟学生合作可能没有那么的来得容易 然后怕麻烦吧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预期之后效果可能也不如预期 然后还要配合你们很多比如说要访谈 或者是提供资料或者是要协助你们制作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有可能 好既然一开始起头有点困难不过终于也是很顺利找到这个长宾国小 那长宾国小你们一开始六个组员都有下去 先跟这个当地的校长或是一些球队的球员做一些沟通吗 有我们在11月底的时候有去过长宾一次 那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长宾国小其实在我们印象中 可能是一个很偏向的学校或是一个很远的可能山边或是海边的学校 可是当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说长宾国小那边的环境还蛮漂亮的 然后在跟校长还有小朋友们接触之后觉得说他们是一个就是充满梦想的 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所以就是也让我们更确定要帮助他们的这个企图心 好那台东线非常大 那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长宾国小你们到底怎么去 当然坐浦游马是不是到台东火车站之后呢 嗯其实我们是从台北搭浦游马到花莲的玉林 哦是 对到玉林 因为说长宾的地理位置有点尴尬是他在到花莲要一个小时到台东也要一个小时 就中间的位置 他接在中间 那因为长宾没有火车站 所以他最近的火车站是在跨越一个山头的玉林火车站 那我们那时候到玉林的之后 我们是请学校的老师 可能开车经过一个山头到玉林来载我们到学校这样子 那中间会经过一个很长的玉长公路 那他是穿越一个小山脉 然后经过了一个隧道之后 过很多山路之后才会到海边的长宾国小 所以从玉林车站载你们到国小多久 大概要40分钟左右 所以蛮远的 那你们第一次去是去几天 我们第一次去是当天来回 当天来回 就是先确定这个主题是OK 然后决定要制作这样子 好 那后来你们就开始规划他们一整个圆梦系列的一个活动 对不对 那是不是来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开始就来规划怎么样的活动 包括你们的人员的工作的安排好不好 其实因为我们算是公关组 然后我们只有六个人 然后对一个公关案来讲 其实是有点少人 所以就是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但是大部分 每件事情都是全部人都要一起做 但是就是主要 像我的话可能就是主要跟学校部分联系 那博安的话可能就是负责帮我们拍摄啊 就是他是我们的摄影这样子 其他人就是有可能美术啊 但是主要是他做 但是大部分就是全部人都还是要一起帮忙这样 就是每个人有主要的任务 但是还是等于是全组都要做就对了 不是只有他单独去做 对 嗯嗯嗯 好那等这个规划之后你们开始就思考说怎么样透过你们的一个公关的力量跟广告力量怎么去 呃帮他们募集一些物资或是一些经费对不对 嗯 这段是不是帮我们介绍 因为我们想说现在就是一个网路的时代 然后想说那就是透过网路的力量 然后让大家看到长平国小 所以我们就找到FlyingV这个募资平台 想说可以帮他们帮这些小朋友募资 然后把这笔钱然后把他们带来台北比赛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很担心说我们募不到我们想要的钱 因为他那个平台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一定的金额 他是全部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很担心 但是执行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 因为台湾其实还是处处有温情 就是大家还是很踊跃的去帮我们赞助这样子 你们本来预定募资的金额多少 6万吗 6万 嗯6万 但是后来超过我们在募资第三天的时候已经超过3万 就是那个预期就是那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所以那个6万当初你们抓这6万的预算 就是他们整个少帮队来台北比赛三天的一个经费是吧 嗯其实只是一小部分 那其他只想要去拉赞助这样子 就是拉个人跟企业赞助 对 等于是那这6万块就是小额募资对一般社会大众 嗯 对 那最后总结是多少 总共我们募了10万多 10万出头 其实那个募资计划非常多对不对 就是在那个网站同时间有很多计划在募资 对 那就是大家纯粹就是比赛那个企划内容 或者是看你的主题性有没有打动人心 对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在一开始这个募资你们要写一些文案对不对 对 好那你怎么样去透过你们的这个四年所学 然后去告诉大家长宾国小他们的一个困境 因为我们想说就是我们是大传系 然后大传主要就是也是学怎么制作影片 那我们就是以制作影片的效果来帮助长宾国小少邦队 就是帮他们拍一支就是三分钟的形象片 然后放到这个木字平台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想说就是大家也是就是比较喜欢看影音 不喜欢看文字所以我们就透过影像的部分 传递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感动 想要感动各位就是观众的心这样子 我知道这个影片大部分都是博安制作嘛 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那这个影片的名称叫做梦想良好三坏 那我取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像梦想 比方说我们可能很知道说我们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想要去完成什么 可是我们偏偏就差那么一步 就像棒球里面中良好三坏 我差一颗好球我可能就三阵对手 我可能就结束了这场比赛就完成了我的梦想 可是呢可能这个良好三坏的情形 可能说如果说我可能这一球我投的不好 我就输了这整个比赛了我就输了 那我取这个原因是因为说我觉得梦想就是差那么一步 需要大家的帮忙 所以我觉得长宾国小的处境也像是这样 就是需要大家的一步 才能让他们从一个曾经解散的球队 然后重新回到就是这个棒球场上 然后重新再变成一个更强的球队 我觉得就是他们需要这个帮助这样 良好三坏就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就下一刻如果是好球你就赢了 坏球你就输了 然后是不是来帮我们先介绍校长好不好 你们在很密集的这个几乎每个月都一次到去长宾国小 去做一些沟通跟一些制作 然后是不是跟校长一直有在接触嘛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帮我们聊一下这个校长 他在2016年新接之后他为什么想要附队 那我们跟校长接触的之中 校长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校长 然后他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最早的教师生涯是在长宾国小开始 因为他是台东教育大学毕业 所以他对台东这个地方他有一个他的感情在 那其实校长他本身是台南人 那他为什么会选择台东变成他的那个第二故乡 其实说他有很大的坚持 就是因为他曾经担过长宾国小棒球队的老师 所以他更知道说要怎么帮助这个球队重新再建立起来 所以就是当他就是考上校长之后 他第一志愿选择回到长宾国小 那在长宾国小中他就是他一直有一个使命啊 因为他说东海岸有很多棒球学校 很多都已经慢慢的不见了 慢慢的就解散了 对那其实校长他很希望说能够带领这些小朋友 重新把他们组织起来 然后成为一个新的黑马球队 然后校长他就是很努力 所以他去各方面找了不同的资源 比方说像是一些地方人士 或是说他找了一些他的朋友 可能已经有些在企业上做的还不错 已经在工作了 然后或是找一些大集团 或是跟棒球有关系的一些厂商 希望能够赞助这个学校 好虽然他透过他的资源 但是毕竟还是有限嘛 因为其实养一个棒球队一年可能花费要上百万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播放你们这段 这个梦想良好三坏 线上的听众朋友 我们就先来听这一段 他们整个影片的一个声音 那稍后我们在节目播出完之后 我们也会把这片影片截取在我们这段的访谈之中 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六局下半 两出局满累 两好三坏 一二三三三 长冰果小只差一个好球就能拿下胜利 投手准备投出 一三坏 我乞丫 无忌几条网业信仰 张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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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东长滨 有一群热爱棒球的孩子 为了一个藏在心中的棒球梦 每天不停地努力着 他是球队的管理张老师 与其说是管理 他更像伟保姆 照料着球队的孩子们 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大小事 也时常陪伴着他们 追寻心中的棒球梦 他们是球队的苏教练及陈教练 不仅知道了孩子们最基础的棒球观念 也协助孩子们 在迈向棒球梦的路上 更加足梦踏实 他是严校长 过去 曾是带领棒球队的管理老师 在当上校长后 回到了长滨国小 为了协助球队 重回过去的荣景 对于长滨棒球 有着很深的使命 长默默陪着孩子们练球 也时常透过各种管道 寻求支援 成为了球队背后 最坚强的后轮 人生就像一场球赛 只差一个好球 就能赢得胜利 你是否愿意协助孩子们 一起偷出 这个象征胜利的好球呢 孩子们的棒球梦 需要你我一人一动力 成为最坚强的后轮 好我是统一师陈庸基 那长滨国小也是我的部小 希望你们能够 以我为目标好好打球 然后长大以后也要当球星喔 长滨国小加油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由金明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 那刚听众朋友收听的是 文化大学在今年的一个毕业制作 叫伴我圆梦的一个企划 然后刚刚播放的这段影片呢 叫做梦想良好三块 那这个伴我圆梦这一组呢 是总共有六位同学 那我们邀请到其中的两位 第一位是林莉 嗨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第二位呢是赖伯安 嗨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刚刚我们播放的是 赖伯安摄影剪接制作的一个 这个他们的一个形象广告 那是不是就这片帮我们介绍一下 全长大概三分四十二秒 并没有很长 那这部片呢 我主要的构想就是 以长滨国小的地理环境作为开头 然后结合了他们一些人文的条件 比方说像是学校合唱团 他所唱的歌 那其实我原本想要找的是原住民歌曲 因为这样更能够符合他们的地方的人文条件 他们那边大部分是哪一组 阿美族 对他们的其实大部分都阿美族 可是他们那边 算一个多元种族的小渔村啊 因为他们那里有原住民和客家人 有一些新的新移民新住民这样子 那一开始是以他们的人文条件为开头 然后接着注入一些自然环境啊 然后最后再来就是介绍他们的重要人物 比方说老师 带队的老师 然后两个教练跟校长这样子 然后来呈现出他们的 应该说我整个影片 我不想要呈现出一个很悲伤的一些氛围 因为我比较想要呈现出 让他们有一个 大概有很有希望的感觉 所以就是整部影片中 我看不到任何一些可能像是什么 我们没有经费啊 我们需要大家帮助 其实我不想要用这样呈现 我必须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他们是一个很努力 想要就是完成他们梦想的球队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影片中 带给大家力量 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感觉 对 因为如果你讲到悲伤的话 这个我们可能就要聊到 这个长宾国小的一个现况 其他跟很多偏乡的小学都一样 就是面临这个原住民这个 爸爸妈妈要到外乡去工作 然后留给这个阿公阿嬷带 或者是有很多低收入户 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然后他们现在国小现况 有多少学生 他们大概有一百零几位学生 那其实他们一个年级 就只有一个班而已 那一个班也大概15位左右的同学而已 所以那个班是什么班 是我们每个班都有什么忠孝仁爱 是不是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假班 一到六年级就只有假班 二年假班三年假班 一路念到假班就对 因为我知道以前有些学校是中班 他就中一念到中六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用假 那接下来呢 这个当然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 他们要上来台北圆梦 这个3月25号到27号三天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你们帮他们设计 是有一场正式的比赛 跟既然难得来台北 就带他们来台北观光一下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这三天两夜的一个企划吧 其实我们这三天两夜我们也是 就是筹备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因为一度就是我有跟老师聊过 然后老师也很担心 是不是我们只是六个爱梦想的大学生 然后到一后来就是我们有慢慢成行之后 老师才开始放心的让我们去做 他一开始以为你们搞不定 或者是说真的来了台北之后 发现可能没地方住 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 然后老师就会有一些压力 对老师其实就是还蛮担心我们的 他可能想说我们只是就是说说而已吧 但是就是后来看到我们就是慢慢的有成果 然后慢慢的去联络各地 就是因为学校要出来外线 其实是还蛮复杂的一个程序 就是要申请就对 对要递送公文啊 然后可能因为其实他们是一大群人来 不是可能几个 所以买车票啊订 就大家都知道可能要到花东订火车票 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是是是而且你们人数要多 对我们大概整团大概20个人要上来 然后就是我们为了也是为了车票这件事 然后就是一直跑台北车站啊 然后一直换票买票补票的 然后是到出发的前一个礼拜 我们才完全确定说 他们整队有办法搭同一班车来台北 如果不行的话 他们就要分好几批上来对不对 对我们原本就是打算让他们分两批至三批上来台北 好那在解决完车票之后 然后他们就一整团20几个上来台北对不对 对 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讲一下到台北之后 你们一开始的规划吧 一开始的规划 其实我们三天都有不同的活动 像是第一天晚上他们到台北之后 然后我们办了一个电影之夜 然后我们播放的是那个棒球电影Cano 就在电影原本还是 我们有买那个DVD 正版DVD 然后在那个饭店的房间里面架投影机 然后播放给他们看 那为什么会放Cano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棒球电影也教导了很多 应该说比较像是精神层面 就是心灵层面的一些观念给小朋友 就是告诉他们说 比赛虽然说他们的能力可能还没到很强 可是希望他们不放弃 能够用不放弃的精神去面对任何的挑战这样子 所以那个Cano就是后来那个Cano 他们到日本去比赛嘛 也是透过一些转折努力之后 最后达到他们到日本比赛的一个梦想 其实就跟他们有点像 最后他们能够附队 然后一样来台北比赛这样子 那第一天当然就是周车劳顿就稍微轻松一点 所以第一天大概就是到饭店休息 然后播放这部电影 这样就结束了第一天嘛 那当然重头戏就第二天要比赛 对不对 那第二天的话 其实我们有点波折 因为就是第二天 那天是下雨天 那大家都知道棒球一定是在户外打球 那下雨天的话 然后我们可能球场会积水就没有办法打球 所以当天早上 因为我们原本预计大概是 九点的时候要开始准时比赛 所以那天就是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下大雨 一直下到隔天早上还在下 所以那天我们很早的时候 就是博安跟另外一位组员 然后我们就一起 就是他们就一起到那个球场去看看能不能打球 那球场那时候是完全是积水的 是没有办法打球 那我们跟就是我们的比赛的学校 就是我们在一直在讨论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有办法让这群小朋友打球 因为他们都已经把他们的球具都带来了 不想让他们就是白跑一趟 那所以我就想说 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打到球 那很幸运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比赛对象是长安国小 他们就是校内有一个场地可以让我们去打球 所以我们就整队就带到长安国小去跟他们做一个友谊赛的部分 所以本来是在这个树林的这个鹿角西球场 那因为下雨淹水 所以你们就临时换到长安国小 他们自己有场地 那当初为什么会找长安国小来比 是因为他也有一个长吗 对因为校长希望就是长安跟长兵可以就是这个友谊的关系 可以长长久久这样子 哦所以这样子也是讨个吉利 那刚好长安国小他们也有一个很优质的棒球队这样 对 然后到他们学校比赛之后这个就是 哨棒还是打七局 哨棒打七局 可是因为当天就是到大概第五局的时候 因为下大雨 然后就只能就是终止比赛这样 哦所以至少有打到五局 好然后结局呢 结局就是长兵国小赢了 他们就是以大概5比2的那个比数 然后就赢了这场比赛 然后小朋友就都很开心的这样 但是我在想那天你们应该也是有跟一些长安国小的小朋友聊到 那他们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输 或者是长兵国小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嗯我觉得长兵国小他们的优点就是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乡下的小朋友 所以他们就是耐操 而且他们因为其实他们就是每天就是这样走路上学 他们每天七点就要到学校去训练去跑步啊什么的 所以他们其实还有他们都是原住民 所以他们其实体力其实非常的好 所以那跟打击也都是非常爆发性也强 然后手臂的耐力也强就对了 所以虽然他们刚复队等于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打赢我们这个台北这个市区的一个队伍 对不对 对 虽然在后天的设备不足 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先天的一个优势 对 就是原住民的小孩都特别伸强体壮这样子 然后打完球赛就会难免就是要聚餐大家聊一聊对不对 那天我在想你们中午是不是也有特意的安排 就是让他们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 彼此可以好好的一边吃饭一边交流这样子 有我们有就是安排一个活动就是互相赠送礼物跟写卡片 是 对那就是因为我们想说毕竟他们也是难得从台东上来嘛 然后跟台北的长安国小做一个交流 然后透过这个交流让他们彼此就是能够更认识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在带他们长宾国小的小朋友来之前 我们有问过他们说你们觉得台北的小朋友跟你们的差别是什么 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我觉得可能是训练的方式或是球技或是什么吧 然后等到他们跟他们比完赛之后我再问他们一样的问题 然后他们其实就觉得说 其实跟他们在台东练起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他们的实力不会比他们差 然后就是让他们更加有信心能够面对之后的挑战 就是他们还没上来比赛之前他们以为这个都市音乐资源比较多 所以他们训练应该会比较扎实对不对 或者是他们球具各方面会比较好 那等他们正式比赛之后才发现训练的方式都差不多 对 然后当天下午你们还安排一个艺文欣赏要看 带他们去看什么 就是那个在板朝一个435文化特区 那就是带他们到那边就是看一些 他们其实墙壁上有一些壁画 然后想说就是他们必须要会打球 然后也要就是有一些艺术气息 所以才带他们到那边去欣赏一些这些画作 就是上午是动态的到下午就静态这样 对 然后旁边有个玩具博物馆带他们进去吗 他们有经过 然后他们就是有去看一下大家 就是那边的小朋友在那边玩那些 他户外有些童玩可以玩 对对对有 他们就在那边看一下这样 然后更精彩我就晚上就带他们去看正式的比赛 对 那应该能够好好的刺激他们 对啊 然后一起去感受那个正式球场的那种比赛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在想那天那个比赛应该会很 很让他们兴奋对不对 他们其实在下车在游览车开到那个新壮棒球场外面的时候 他们看到好多人他们很兴奋 他们就是很多人其实从来都没有进去真正的球场踏过球 甚至可能连转步他们都很少在卡 对对对 没有电视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原本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坐在内野 能够感受一下内野的那个加油团的气氛 可是因为说就是我们跟富邦球团有进行接洽 那他们觉得说因为是开木轴嘛 所以他们内野的票可能已经卖完了 我懂 所以他们就是提供的外野参观券 让我们进去安排我们坐在外野 能够从外野的角度来帮那个所有台东的选手加油这样子 那后来会后有帮安排跟一些职业球员进行一些见面会吗 后来好像没有因为那天的结束其实还蛮赶的 因为又下雨啊所以就是其实比较麻烦就是没有特别的跟他们 就比赛有点不顺利就对 比赛还是顺利打完的 可是就是在打完比赛之后又下雨 然后再加上因为新庄那边的交通其实在只要有球赛的时候交通都会打乱 就是擅长的时候那一瞬间交通会很塞 那要赶着回去让他们休息嘛 对 好那第三天呢就是比较轻松的等于是带他们到台北好好的去玩乐一下 帮我们介绍第三天行程 第三天的话我们就带他们到就是大家知道的台北市立动物园 因为其实很多小朋友台北的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动物园常常去也没什么很无聊 但是对这群来自台东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都没有来过台北 所以对动物园他们有一定的向往 所以我们想说带他们到动物园去走走看看这样子 对这个不管是这个大孩子小孩子真的对动物园还是有一定的情感 尤其看到活生生的动物还是会很兴奋的 对好那再结束这个三天两月的这个台北这个转运站 你们叫转运站活动是不是对 为什么叫转运站 因为我们其实这是我们是用那个台北转运站的那个 邪音对去希望就是他们来台北 然后把好的运全部都转回去 然后最后一个站这样子 哦等于是把他们过去那些八年那个球队可能有点不太顺利的那种衰气把它转掉 然后从此的棒球队就一路顺利对好那结束 结束完这个之后当然你们就是要有一个成果展示对不对 把你们这个不管是书面的或影音的去展现给社会大众 就是在松山文创办了一个毕业展示跟我们介绍一下 松山文创就是我们的那个摊位我们就是主要以那个照片啊 或是影片来呈现说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 帮助场民国小的任何过程包括就是我们在影片中有提到一些 就是没有其他的媒体他们也去台东当地采访了他们小方小朋友 那我们透过这么就是好几个媒体的采访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长兵国小最近很受到媒体的关注 让更多人知道说他们有需要大家的协助这样子 所以这些媒体也是透过你们的一些制作跟宣传 去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嘛对不对 好那最后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个整个活动 你们执行了半年的一个时间嘛 去年11月到4月等于是成果展结束之后嘛 然后整个半年的时间你们现在回头如果再来看的话 就是还有哪些地方如果你们回头再来做 你们可以做得更好的让它效果更强的 我觉得我们的活动设计的部分可能还可以再更好一点 就是可能时间如果就是不要这么的紧凑 因为就像5MB募资上架 其实我们拖了有一段时间 那如果我们可以再提早一点 更早一点 对这样说不定就是带小朋友上来的时间可以再更长一点点 不会这么的紧凑 四天三夜这样子 对 因为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执行一个活动 有时候碍于这个时间或经费或是一些困境 所以到最后就是可能勉强完成了 可是当你回头你时间空下来冷静的回头再想想 啊当初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有时候我就会想哪边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一点点 这样子让整个活动更完美 那包括你这个影片你自己 影片的部分喔 其实我们在拍摄在拍的那天是12月多 可是我影片其实我到1月多我才呈现出来给大家 那这其中间其实就是 其实在拍影片 其实我原本有想好一个很大的脚本 可是希望说能够完整的呈现说 他们平常可能日常生活中放学啊 等着去练球的画面很开心 可是其实后来影片没有剪出来 原因是因为那天因为下雨 然后就是再加上我们那天拍片也是当天来回 时间也是很赶 所以很多的影片的部分就是剧情没有呈现出来 我觉得还蛮可惜 如果你们可以两天一夜的话 可能就可以拍到更多精彩的画面 包括早上你说7点就到学校去练习 对对对对 然后再这样的一个晨曦这种氛围 看他们在练球那种画面会更令人感动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没有过夜 是因为完全都没有住宿的地方是不是 其实不是 就是其实学校他们有提供一个宿舍可以让我们住宿 可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平常在台北都还蛮繁忙 就是我们可能要上学 我们也要有打工之类的 所以就是我们不可能在台东那边 每次去都待两天一夜 因为拍假也很难拍 就是我们每次就是希望说能够在有限时间 能够把我们的事情去完成这样 所以这样子你看经过这半年回头来回顾的话 你是不是就觉得说应该还是要想尽办法找个两天一夜 对不对 对 就是当初嫌麻烦 可是事后就会很厚 因为我曾经也曾经好几次都干这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啊好了过了做了终于完成了 可是等你闲下来之后 当初为什么不多做一点点 或是多待一天这样子 很可惜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是等于你们一个实习计划 等于是一个毕业展 其实真正你们人生的挑战是在毕业之后 开始面对工作对不对 所以这个等于是你们一个实习这样子 然后最后谈谈你们现在马上就已经算是毕业了 那你们现在自己的工作都已经找到了吗 还是现在还是在打工的阶段 现在是还算是在打工阶段 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就是电视台工作 那就是希望就是未来也可以去朝电视台这方面去发展 这样子 然后就是 其实因为对偏乡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帮助长冰国小之后 然后让我也心里觉得 偏乡真的是需要大家去关注 所以如果我真的就是可以朝电视台发展的话 就我会比较希望就是也可以朝偏乡这部分的专题去做发展 这样 那波呢 那我的部分其实 我现在也是在打工的阶段 那因为双组秀的关系嘛 然后就是学分数其实 有点不太够 就是两边的那个 我还差几学分 所以我可能会再延个半学期这样子 那其实 之后的工作我比较想做像是运动媒体 我是比较想做像是类似公关之类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一次帮助长冰国小 我觉得走路偏乡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希望说以后可以朝向就是自己的兴趣 然后也可以朝向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做结合这样子 所以你们这样子有感觉到说很多时候 虽然你们是学生团队 可是你们愿意投入之后 其实还是会有一定它的宣传效果对不对 就是有做总比什么都没有做好 是不是 现在我发现很多偏向他们推不动 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是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你们投入之后 虽然你们在技术上也许并不是那么熟练 可是做下去之后 还是会有它一定的一个效果 包括你们后来不是也吸引了民事 去帮忙制作一个新闻报道这样子 好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文化大学的林立跟赖伯安 来介绍他们在今年的一个毕业制作 102集文化大学毕业制作伴我圆梦 然后台东县长宾国小哨棒队圆梦计划 好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